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正在四川成都的家中录制绝马点心的制作过程 圣宁着马是四川省阿爸州壤堂线人 2019年学习过烹饪和吸脸制作的圣宁着马 开始在网上分享藏式美食制作 如今他已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超过100道各类美食 吸粉近40万 我叫圣宁着马 我是一名美食博主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就是拍教程 还有就是短视频 最近我的工作就是拍短视频 就是跟藏理信念有关的一些美食 比如古兔 卡塞 绝马 这些就是我通过我的就是拍这些短视频 就想给大家就是展示 就告诉大家 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藏族人 就只有一些就是平时吃的 也过年过节饭的就是粗茶单饭 而且没有什么美食 但是我们藏族也有很多好吃的 还有就是特别有很多成天然的一些东西 空闲的时候 圣宁着马会学习不同食物的烹饪方法 在研究高原食材不同做法的同时 他专研制作出了青柯酸奶杯 三八月饼 人生果酥饼等新式高原美食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 比如三八呀那种传统的吃法的话 现在很多年轻人 也就是包括小孩子都不太愿意去吃 所以我觉得这些应该去改变一下 包括它的形状也好 还有就是味道 这样的话就更多的人就会介绍 2021年11月起 圣宁着马开始在网上招生 仅仅一个月便招到学员一千多名 通过线上培训及售卖烹饪教程 圣宁着马成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我现在有两千多个学生 大部分是藏族的 所以我平时就讲课的话是用藏语讲的 找我学习的人 部分是那个学生 他们就想多学一些技能 就以后的话好找工作 大部分都是家庭妇女 他们就想改善一下 以前的一些单一的饮食习惯 大家就想吃得更健康 就更丰富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 除了用视频记录葬餐的制作 圣宁着马还在尝试写作 《藏鱼版美食书籍》 圣宁着马透露 按照目前的进度 自己写作的《藏鱼版美食书籍》 预计在今年内完成 我现在写的藏鱼版的美食教程 是因为之前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就发现 藏鱼版的美食教程就比较少 但是需求量比较大 我准备把我录制好的教程 就弄成二维码 然后放在书上 文字和那个食品结合起来 这样大家学起来更方便 就更容易理解 我未来打算在藏鱼的基础上 做出更多的创新 希望大家了解藏鱼 喜欢藏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